英国战争 raspberryane 说到战争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 残碰 残忍 伤亡 血腥 可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共同的记忆 为世界反华西式战争的胜利 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又是我们南京大杜杀实难者国家攻击日 我们又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共同举办了女性色影记者 镜头中的卫国战争专题展览 两国人民进一步表达了 对在中国人民抗战战争和世界反华西战争中 牺牲的那些人们的哀悼之意 在二战中为了得取胜利 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基础哲学的努力 付出了产生的代价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取得了胜利 因为我们是为正义 为国土 为自由而战 我们的地球是我们 从太空中看 它相立刻地套动这个心脏 那颗心脏是属于所有人类的 而不管哪部分受到的伤害 整个心脏都被破损 我们各自和中国的不同 都不想让人打碎这个心脏 我们的和平永远不要战争 对未来我希望未来从来不会有任何战争 不是像外国战争那么大的 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战争 我希望未来的世界是和平的 各国之间可以友好往来 有一些矛盾可以及时化解 不要让仇恨越积越深 我希望大家在这种族 我希望未来的族 在这种族能力 我希望未来的族能力 以后的族能力 是中国和英国 和英国 和英国 是国家 这种国家 最大的败 受到最大的难 和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 中国人说不忘初心 我想能说代表俄罗斯人 我们也不要不忘初心 这是一个真理